大家好,中印边界地区我现在得到一个最新的情况 先说北岸 北岸印军在班公湖北岸飞哥寺附近开始集结 靠近解放军据点处拿下了几个高点 据称能够直接观察到解放军在古地中的营地 甚至六指和七指之间的公路 四指在这里 那就是他拿到了四指的高处 可以观察到六指和七指之间的公路 就可以观察到这个附近 印方上四指山脊县属于严重挑衅 解放军在四指和五指也加大了兵力和武器的部署 那这个就是说解放军现在啊 在这个中印边境地区啊 北岸 班公湖北岸 被印军严重挑衅 印度呢上了这个四指的山脊县 我把这个昨天啊 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图 就是四指 四指 班公湖四指那个 放大地图啊 我用这个四指图可以把这个 印军啊 上山脊县这个事儿 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这个是班公湖啊 班公湖北岸的四指 山脊县县就是中间这条线 山脊县县啊 现在中印双方都在这个地区部署 啊 解放军啊 指责印军上这个 四指线的山脊县 指的就是啊 印军在这个地区 山脊县地区 特别指的是里部啊 里部这个地区 他应该是应该到了这个地区 我 我还是啊 还是把这个地图给大家贴一下 这样看得更清楚 现在解放军指责印军上那个山脊县 呃 大家知道这个是 这是雪山啊 这是雪山 越往上高度越高 但是高度越高 他可以观察哪 你看观察你 河谷地区的部署 啊 谷地的部署 另外可以观察哪 观察到六指和四指之间你的部署 甚至公路都可以被我观察到 往高处去 那么就说 印军上了山脊县 印军上了这个地区 上不这个地区 这是雪山了啊 越往 越往这边越高 印军上了这个地区 我把这个地区给大家画一下 这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 印军啊 上了山脊县 对解放军挑逊 上了山脊县 那么印军现在在山脊县附近啊 扎营 现在解放军说是严重的一种挑逊啊 他可以观察到解放军在古地的营地 以及六指和七指之间的这个公路 古地的营地这两个营地 看到没有 两个营地 印度在这个位置可以观察到你 如果在这儿 这是山 印度隔着这座山 山脊 印度看不到古地里的情况 你解放军怎么部署的 多少人进出 他看不到 但是到这个位置 你看到吗 到这个位置 到山脊县 特别这个地方是高处啊 越往上越高 这都血了 有血了 在这儿 我可以观察你这两个 观察解放军这两个 这两个位置 从这儿就可以观察到 这两个位置的部署 这不用中间这个这个 这个山脊县 打折挡 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印军的一个 这个 印军的视线 对吧 他看不到山后面 但是我在这个位置 我可以完全看到 这个解放军这一侧的 包括 包括 解放军这边公路 公路上的所有的情况 用这个远程的望远镜 应该可以观察到 所以这就是印军现在最新的 今天发布的消息啊 最新对解放军那个挑选 上了山脊县 那么这是班公湖的这个北岸地区啊 班公湖南岸地区 解放军做出了反击啊 也做出了反击啊 也做出了反击 班公湖南岸地区 解放军做出了反击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刚才讲的是北岸啊 飞根4地区 飞根4地区解放军受到这个印军的威胁 上了这个山脊县 那么南岸地区啊 北岸地区 南岸地区就是什么呢 指着就是冲突这个地区啊 头盔顶老黑山 老黑山头盔顶和有这个 神炮神炮山 这个地区的冲突 那么现在咱们看一个放大图啊 放大图 从这个放大图可以看啊 这个地区啊 等我压一下 你从这个图可以看啊 这是老黑山啊 头盔顶 这就是双方冲突的那个 神炮山 这个地区我之前说过 解放军在这里 在这个边境地区啊 部署了一些这个 切断印军两边防守的这个 相关营地 解放军在这里 部署了一些营地 可以看啊 在这个地区也部署了营地 主要为了切断啊 印军占领头盔顶和老黑山 这些印军的这个交通 对吧 我对你也有一个制约 有个牵制 那么在 山顶附近啊 在这个 神炮山的山顶附近 布置了一个兵营 在山脚下 在山脚下 解放军也布置了一个 啊 一个营地 主要是为了这个与山顶的解放军互相之间有个照应 印军呢是在 是在老黑山啊 还有头盔顶 这是老黑山 头盔顶 这是头盔顶 老黑山啊 另外印军在这个 神炮山山顶也部署了印军 神炮山山顶 在这个神炮山下方印度也有一些兵营啊 但是我就不标注了 今天发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解放军突然 啊 前出 突然前出越过实际控制线今天解放军啊 看来有一些硬的啊有一些硬了越过实际控制线 在这个地区 越过实空线 多部署了几个单位的帐篷 越过实空线在这 这就是现在解放军在这个南岸地区啊 对印军啊 在北岸地区发起的挑战一个回应 就是说在这个实空线蓝线嘛 这是一个补给线补给路 补给线路 解放军在这个补给线路这一个侧交汇这个地区非常重要地区解放军增加了兵力 而且解放军 到印度印度 实际控制线一侧 到这 也部署了一个兵营 但是没有没有越线太太多啊 实际上增加了对印度 这几个地区你看解放军在这切割了把印军这几个 互相之间切割掉 那我觉得这个是回应了印军在北岸地区的一个挑选啊 上这个山脊线 印军上山脊线的一个挑选 解放军做出回应 现在班公互南岸地区还是解放军就是说 处于被动啊 现在我告诉他解放军还是处于被动 因为被印军第一 啊占领了几个高点然后呢 解放军 也有反应就是切割他 让他们不能连 连到一连成一条线 切割从中间切割的 中间的补给线啊 放着自己的人 你们互相之间来回补给解放军都可以监视 然后解放军这回也前出啊 前出到印度印方一侧 这边就是哪就是储树勒啊 储树勒成了这边 所以印军现在对解放军这个地区 非常重视 那这是苏列图 我放大图给大家看一下整体形势 整体形势上看啊 还是班公互南岸地区啊 储树勒成 然后是南岸地区啊 争夺的焦点在这个地区啊 老黑山 神炮山 还有头盔顶 在这个地区解放军和印军在这一直在争夺 你看离储树勒成非常近了 所以是解放军在这地区也给印军储树勒成增加压力 那么印军实际上也做出了反应啊 印军在储树勒成附近 部署了炮兵 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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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呢 目标呢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山 山顶上 这几个解放军营地 在这发现了印军部署的炮兵 这种隔山打 这种炮啊 它是非常精准的啊 是用美国的这个 M拐拐拐 M777 这种炮是精确 精确打击的 所以可以看啊印军也部署了炮 M拐拐拐 美军的炮 那么解放军的前出实际上也是给印度一种压力 那你从北岸 北岸印军上了山脊线 上了高处 来观察 解放军这个 沿湖公路 沿湖公路 还有这个山谷地区 山谷地区的这个布置 可以看中印双方在边境地区没有缓和 而且是加强了部署 这是我现在得到中印边境地区一个 最新的情况 中印的外长虽然在莫斯科已经谈了谈完了达成五点共识 但你可以看啊 军方双方的军方 都没有按照共识来行动 这个大战啊 还是一触即发